王爷走慢一些 方才在慈宁宫等着祝皇子一起请安 临在雪地里怕是冻着了吧 没事 一会还要去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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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事 路在府您起来 地话 没有关系 王爷 小心 您 您没事吧 要不要传轿子 王爷 还是教太医吧 王爷 让龙塞扶着您吧 王爷 今生扶着您走吧 没关系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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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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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快来人哪 王爷 王爷 谁 кто 谁 你 Wag 好 你ác 这回恐怕是凶险了 江玉冰啊 你无论如何 一定要治好勇气 微臣一定会尽力 只是 为什么不早点 让我来给容亲王医治呢 怎么不早点叫江玉冰来看呢 永齐一直汇集技艺 他怕臣妾担心 所以才一直隐瞒着病情 这才 以容亲王目尽的状况不意在挪动 最好能留在宫里安养 那好吧 永亲王就留在重华宫养兵 方便江玉冰医治 也方便朕与于飞来看股 容亲王福建留下来试集 是 皇上 是 那微臣这就下去给容亲王配药 微臣告退 额娘 王爷凭日里 胡哥哥照顾得比较多 他心比较细 要不要招他进来 多一个人照顾永齐也好 都出了正月了 吴阿哥是不是一直忙着 所以忘了送仙华和谭香来 昨儿听守门的侍卫闲话 说是吴阿哥救急复发 也不知道是真假 这么说来恐怕是真的 吴阿哥的复古居 也反复多年了 可怎么突然 在这时候厉害起来 是不是勇气不好了 娘娘 仿佛是 你赶紧去打听 看看都出什么事了 是 皇上 皇上 皇贵妃娘娘来了 臣妾请皇上来 儿臣请皇阿满安 起来吧 坐 来 永延 朕瞧瞧你 皇贵妃啊 永延很懂规矩 也很乖巧 这都是你的功劳 朕记得 永齐小的时候 也是这么讨人喜欢 儿臣去看了五哥 皇阿满 儿臣很担心五哥 皇阿满也很担心他 皇阿满 儿臣说 冬天喝酒 酒是冷的 会伤身 你让他来劝劝 是啊 臣妾希望 皇上能明白 孩子的心意 皇上 您再担心 也别喝酒了 孩子的心意 药熬好了吗 快熬好了 奴婢去取 永济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你把恶娘吓死了 对不住 让您担心了 不说这个了 现在赶紧把病养好了才是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怎么都成这样了 还瞒着不让恶娘知道 你皇阿玛为了你的病事 担心到了什么地步了 儿子的身材壮严 反而让你们担心 是儿子不孝 可儿子不成了 也没法再为皇娘和皇娘见晓风 不会的 江太医来看过你 他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外娘一定让他把你治好 儿子自己心里清楚明白 儿子自己心里清楚明白 乘客难解 一旦发作 将生后命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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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儿子要是有个什么好歹 父上主人没什么不放心的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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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替我照顾她 你别跟额娘说这个 额娘只有你爷个儿子 你这么说 你让额娘怎么办 容卿王快不成了吧 是 胡云角进宫了吗 进宫了 主交代的话 奴婢也都告诉她了 等容卿王一死 就看胡云角的了 反正皇后自己做过的事 就让她自己受着去吧 主说得是 两排 本宫又赢了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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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喝口热茶吧 开锁声 是宫门开了 不会又出什么事吧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娘娘 容卿王快不成了 容卿王乘客已重 与主哭求皇上很久 皇上才同意您见容卿王最后一面 您赶紧去吧 容卿怎么样 皇上 为朕给皇上请问 皇妃容卿 容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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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妈 是儿臣不想 容卿 别这么说 何妈 是儿臣不想 那老头今夜 全意 回几棕 一致 满立黑天 皇兔 真 知错 容卿 你别再说了 妈 这段时间 儿臣冰着 走向着 昔日 在花和娘记下的日子 儿臣 把事得不到 我阿妈 儿臣 等否就离开了 娘亲 皇和娘 别恨 皇和 别说了 儿臣 儿娘子 儿娘子 儿臣 阿世不能在乎着你 儿子 游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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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一边 滚 快 滚 皇上 荣举王 忠了 游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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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王爷拓出我 我好心 你是何人 为何会说勇气冤屈 回皇上 妾身是王爷的格格 胡氏胡云角 自从王爷病重以后 一直是妾身侍奉左右 其实 其实王爷早已病重多时 可一直不敢用江太医 就是因为当年 额娘背着皇后娘娘 刺死了凌云彻 皇后娘娘心受怨恨 与额娘不和疏远 王爷才不得不一职避险 胡云角 你在胡言论语什么 刺死凌云彻 乃是皇后娘娘吩咐我做的 哪来的皇后娘娘对我疏远 心生怨恨之说 云角 平日王爷待你不保 你不能信口开河 额娘 在皇后娘娘进族之前 您有多久没进过益空宫了 除了带十二阿哥进去请安以外 皇后娘娘何时见过您 在皇后娘娘那儿 受了那么多委屈 王爷真的是心疼您 你是说 勇气知道丽云彻之死 不是皇后命于飞做的 是 皇后娘娘本就不希望凌云彻死 还命王爷 找了块风水宝地好深暗躁 什么风水宝地 当时是真命勇气 把凌云彻扔去乱葬岗的 王爷本来是按照皇上的吩咐般的 可皇后娘娘实在不忍 又伤心过度 还好几次地逼迫王爷 王爷也实属无奈啊 皇上 才最后违背了皇上的意愿 为此王爷日夜难安 病情急去加重 他为了一己私情害死了王爷 这样的人怎可为人母为国母 皇上 王爷生前还说 皇后娘娘此生最在乎的 便是凌云彻 有这样的题目 他深以为止 你这个毒妇 我的勇气都走了 你还利用他 去收入嫡母 勇气什么性子你心里清楚 我跟皇后娘娘比你更清楚 他断然不过说出这样的话 皇上明天 不过说出人事 我会想到这里 你会想到这一遍 我能够有点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这一遍 再来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你会想到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姐 勇气死了 你还有脸来啊 江湖示意侧附近支离安葬了吧 是 你是怎么对勇气的 为什么她的爱妾会以死告发呢 皇上 您不能误会姐姐 虽然云角是勇气的爱妾 但方才却是她一面之子 您不能信 勇气是你的亲生儿子 也是朕最寄予厚望的皇子 您还这般替他说话 皇上 我 皇 如亦 当日在杭州之时 以为零云车的事情 万般分别 而如今呢 此死零云车之事 全是于飞安排的 你倒是让勇气找了风水宝地 把零云车的后事 安排得妥妥提提 现在连勇气都被你害了 好啊 好 你不是说 昨朕的皇后厌倦了吗 你不是断发了吗 朕今天成全你 金宝 将乌拉纳拉氏带出去 收回他的皇后厌报 朕不想再见到他 朕 不许帮他 朕不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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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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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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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吩咐便是 你去告诉于飞 荣亲王的哥哥胡实言语计较 让他去查他的底气 一死也不要放过 胡哥哥的家事 内务府都有记载啊 你告诉他 他便会去查 奴才记下了 金宝 拿拉出来 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 荣亲王已经去了 您要接哀养 您膝下还有诸位皇子 您这才行 太医说了您要注意养戏的 女皇 你去穿旨 把正大光明背后的密合 也给取出来 是 皇上 金宝已经收了皇后册宝回来 是不是按规矩送回内务府 不 宪哥在养心殿吧 是 请皇贵妃娘娘安 皇上 皇贵妃娘娘来了 把这仙哥过去 是 臣妾请皇上安 听说皇上醒了 臣妾就赶紧来探望皇上 皇上 臣妾担心您啊 朕没事 用去那儿怎么样了 容亲王那边 于妃和容亲王的福尽 已经守着了 桑仪礼部和内务府 也已经办好了 欢人请安心 玉虎 摄予一了 让于妃赶紧去圆明园 安排为勇气助导之事 是 奴婢即刻去办 皇上 这容亲王英年早逝 实在是可惜 但皇上再伤心 也要保证龙体啊 你有这深渊 便下去吧 朕想静一静 臣妾告退 朕啊 教您已经备好了 不用了 本宫走走 朕如今可算是后宫第一人了 真是求什么得什么 若真能心想事成也好啊 来日永延能继承大统就好了 朕一定会得偿所愿 对 对了 自从易坤宫那位断发之后 他额娘就病些了是吗 听说是如此 他女儿出了这么大的事 罗娘也得知道啊 王辰 派个机灵点的小太监 去说说 这奴才这就去办 你怎么就这样丢下额娘走了 要不是有免疫 你还额娘 额娘 额娘真的撑不下去了 你都怪额娘不好 是额娘之物 无事在你身边这么久 额娘竟然没有察觉异样 你放心好了 额娘一定会查出真相了 还你和你皇额娘亲吧 你安心地去吧 皇上 皇上该喝药了 这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领域撤确实有墓碑坟地 也是风水宝雪 奴婢查温过 是容秦王生前经手办的 果然如此 皇上太后来了 皇娘怎么来了 皇娘怎么来了 坐下 你不是病了吗 不躺着歇息 起来做什么呀 谢皇娘关心 儿子觉得好多了 出了这样的事情 哀家知道你伤心脑恨 可你是大清朝的天 前朝后宫的支撑 千万以自己的龙体为助 不 儿子记下了 永齐刚哄 你就收了皇后策保 不是哀家说你 你呀 太心急了 你这病 就是急怒攻心尚起的 这是汤药吧 赶紧喝了他呀 是 皇帝啊 永齐轰式 哀家也痛心难耐 可只有胡适一人告发 共争不足 如今又死无对证 总觉得似乎不妥当 好 玉胡 那日永齐轰式 是你陪着皇帝去的 你怎么看 回太后 奴婢也觉得有些疑惑处 可容亲王与胡哥哥私下说过什么 咱们确实也不清楚 证判私言 也可是胡适的妄自胡言 你不必顾虑 直说就是了 是 奴婢是想 胡哥哥竟然情深到寻死 又怎会在容亲王刚哄事的时候 便能那般冷静 阵阵有词地这么说出那么一大篇话 而且都是冲着遗公姑娘娘一个人去的 奴婢总觉得于情于理不大合吧 尤其是胡哥哥说 容亲王曾对他说出 以嫡母为耻这种话 可奴婢陪皇上进去时 听见容亲王临终前 还苦苦哀求皇上原谅遗公姑娘娘 显然 吴子情分仍在 不至于如此 皇帝啊 这胡适口中的永齐 和咱们平日所知的 不大一样啊 而且 听说胡适 拿凌云彻说事 这分明是戳皇帝的软肋啊 皇帝 欲盖弥彰 太失则虚啊 皇娘放心 儿子会派人再查的 那便合 皇帝 于飞要去圆明园 你打算让永姬跟着去吗 永姬走后 与飞伤心难移 不便照顾 朕会让永姬住在协方殿 每天都来朕这里读书习字 你还是心疼永姬的 皇帝啊 这永齐已然不在了 你再伤心 也要强大起精神来 皇子们等着你栽培教导呢 是 听左右邻居说 那年胡阁哥进了王府 没过多久 胡家就遭了火灾 全死绝了 都没人过问 这事怎么查呀 全家都死绝了 却没有人问过 真是太奇怪了 老夫人 这药还是得喝呀 奴塞问老夫人 您是 奴塞是宫里来的 主子娘娘又出事了 奴塞来禀报老夫人一声 又出什么事了 皇上查知 容亲王薰事 乃主子娘娘所害 恼怒之下 已经收了主子娘娘的皇后策保 皇上可能是 动了肺后的念头了 不会的 如意她不会的 眼下您病着 您还是绣扬好身子吧 如意 我的女儿 皇上 皇上 你不能收了如意的色包 你不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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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那夫人听说了 义坤跟我娘娘被收厕保的消息 竟历时弃绝了 死了 那挺好啊 乌拉那拉市的额娘 你就先到地底下 等你的女儿吧 好 奴婢出宫查了 胡哥哥娘家和容亲王王府 胡哥哥家人早因失火惨死 他也无甚钱财留下 似乎并未受人要挟收买 他的家人都因失火而死 是 一个不留 倒是可怜 难怪 胡哥哥要尽力去得容亲王宠爱 不惜纵着他去做一些病中忌讳之事 这么说来 勇气病轰 终究与他逃不脱干系 难怪他后来一死了之 至于义坤姑娘娘 与胡哥哥少有往来 更无冤仇 也不明白为何胡哥哥这般搞发 皇上 奴婢刚刚得到一消息 什么消息 一滚姑娘娘的额娘过身了 可要告诉一滚姑娘娘 派人告诉她吧 是 娘娘 老夫人去了 你伤心 想哭就哭出来吧 皇贵妃派人去府里传话 让老夫人知道 您被打造册榜的事 虽说是皇贵妃该使得协力六宫之权 可奴婢就觉得 是巨星暴策 那武厢父人家 他也被关心了 尸匪公园主持人家 很厉害 此蛇 鳗还是克行出租 老夫人家 在bn on吃饭 老夫人家 他也不敢乱使人家 权贵妃 也不敢乱使人家 这位子 都要不敢乱使君童 娘娘 皇上已经准了给老夫人厚葬 老夫人会入土回来的 老夫人厚葬 老夫人厚葬